好 一連串的假帳現在讓柯文哲非常的諷刺 自稱是白色力量公開透明 還說自己由SOP是省長 那麼包括了 除了大家所看到的上千萬的裝潢費 再加上宣傳費 現在怎麼就連便當96萬元都遭質疑 是假帳再加一 好 包括了除了數目都不攏 時間點以及跟店家現在有更多更多的遺言 好 首先來看看 在這一家大愛素食天地 為什麼在一月份爆出了便當費有96萬元 好 這民眾所爆出來的96萬 一度遭到質疑是不是要動員更多人 從台北到高雄來參加這一個造勢 但是比較尷尬的來看看 民眾黨的這一對夫妻 許甫跟陳志涵 兩個人的解釋根本都不懂 96萬吃便當怎麼吃的呢 包括許甫一開始說是兩筆 960元跟110筆 把他加起來變成960110 這是他的說法 那麼另外陳志涵比較尷尬的說 原本吃便當9萬多變成了96萬 因此這兩個人的說法 事實只有一個 一定有其中一個人在說謊 或者是兩個人說法都有問題 好 現在包括了議員呢 也把這整個96萬元給放大檢視 透過了Google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一家大愛速食館 你早在去年就已經歇業 電話也打不通 你怎麼樣跟他訂到96萬元的便當費呢 因此有三點呢 有值得大家來放大的 也就是你同一天來申報 這兩筆這合理嗎 另外兩筆的支出 那麼就算你實際吃了900多元 那麼差而95萬 另外一個不只是報假帳 到底誰吃了這95萬元呢 那另外要來看看的 為什麼所有的這個費用呢 都會漏看 就連便當這麼簡單 你有所謂的SOP 報帳都報不清楚嗎 結果再來看看 連四叉貓現在也放大檢視 就是因為許甫公開了這個 便當費的發票 結果被發現 奇怪了 你明明是一月份的活動 為什麼你的便當是在九月份所開 因此現在就連大家也質疑 難道是一個帳 九月份報一次 那麼在一月份再報一次嗎 已經過了四個月 怎麼樣能夠重複登錄 因此簡單來說 包括了從帳目 包括了從時間點 再從地點 三個部分這96萬元 假帳都有重重的移運